在春节期间 首都举行了第六届环城赛跑 有八百多人参加 中央交通部干部 49岁的吴雅慧 是参加这次赛跑年龄最大的一位 运动员由天安门前出发 经过西单、西四、东单、东四等大街 再返回天安门前 全程共一万零五百米 参加这次赛跑的有工人、工设社员、学生、机关干部和解放军战士 北京矿越学院的工人崔云海 曾荣获今年北京市工人元旦环城赛跑冠军 这次又遥遥领先 崔云海 以35分51秒2的成绩跑完全程 又一次获得冠军 49岁的吴雅慧 以坚韧的意志跑完全程 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一年一度的春节环城赛跑又在天安门前开始了 今年的环城赛跑不但参加的人数众多 就是沿途的观众和助威者也是空前的 第一名是解放军田径选手万吕博 成绩是42分1秒 毒药路获第二名 矿野学院的崔云海获得第三名 参加赛跑的人们 不管跑在中途或是最后 都决心跑到终点 因为这是对人们毅力很好的断练